主要分成基金的部分 股票有台股跟美股都有 除了定期存錢 也有在投資股票 努力工作打拼存下了不少錢 不過有了完善的財務規劃 放眼更未來 還得要有更長遠的計畫 朋友在做殯葬業的 然後剛好處理到 那個客人他就是 也是有一點年紀 然後父母親 還有兄弟姐妹就過世了 那他要處理 他的後世的時候 他發現說 他的外甥女來幫他 也就是他的兄弟姐妹的小孩 來幫他處理 這個阿姨的後世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動用阿姨的遺產 所以是都沒有法定繼承人 那外甥女不是法定繼承人 所以就變成最後是 他必須要自己掏腰包 去幫他阿姨辦完這個後世 阿姨的所有的遺產 就變成全部充公 這可能跟我的狀況 未來狀況也可能會很像 沒有結婚 沒有小孩 以後也不打算有 聽完朋友的例子 舒辭也準備進一步打算 也幫後面要幫你處理的人 讓他們好做事一點 大家都對生死的事情 看得比較開了一點 也比較能夠接受 所以也不需要去避諱說 你現在就要安排死後的事情 好像觸眉頭 其實我覺得不會 那就只是說 預先做好一些準備 先規劃好沒煩惱 而若是生前在沒有利於主的狀況下 遺產則是回歸民法的規定來分配 翻開民法第1138條規定 生僱者的配偶是當然繼承人 也就是無論哪一位順位的繼承人 都必須和被繼承人的配偶共同繼承 而接下來的繼承順位依序 為直系寫親子女 父母還有兄弟姐妹 最後是祖父母 根據繼承人的不同 就有不同的因繼分比例 比較常見的狀況 就是很久沒聯絡的 然後知道了這個死亡的消息之後 就跑出來要求分配這個遺產 但是因為我們法律規定 其實他是有這個身份資格的人 確實是有這個權利來分配這些遺產 換句話說 基本上沒有小孩的頂客族遺產 兄弟姐妹分得到 舉例A小姐婚後財產為零 丈夫的婚後財產一千萬 如果丈夫過世了 兄弟姐妹來徵產 小美可以主張分配500萬元 扣除後再與小叔還有大姑們 進行因繼分比例的分配 如果都不想分的話 已經有做保險的 那特別注意就是保險的受益人 一定要填寫清楚 那法律上面認定 如果這個受益人是明確的 保險給付是不會視為異產 那兄弟姐妹就沒辦法分配到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設置這個信託 可以做自一或他一信託 那這樣不會因為死亡而受到任何的影響 那第三種就是設置這個遺囑 這是遺囑要特別注意的 這個兄弟姐妹還是會有一個六分之一的特留分 那最後一個方法就是把錢全部都花完 遺產想要怎麼分配 也不是只要有留遺囑就好 因為就怕糾紛爭議多 民法還是有特別保障 繼承人最少可以拿到的遺產比例 不受遺囑內容限制 而分配比例上會比因繼分來得少 以兄弟姐妹來說 特留分為因繼分的三分之一 遺產稅有一個很高的免稅額 它的額度是1333萬 那所以並不是所有人都要交遺產稅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不用擔心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會是遺產稅在計算的時候 它有自己計價的方式 那不動產它計算的那個價值其實會比較低 那因此你可以試著就是把財富 用不動產的方式去持有 那可以去壓縮可能會被磕稅的範圍 任一生必面對的生老病死 延伸出遺產的配置討論 除了要有健康的心態 也得要先摸透法規 才好避免更多紛爭